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白妮白妮 我是月儿 我是马树 今天要玩什么 你问我 我是谁呢 什么 黑色的卡纸 而且是五彩斑斓的黑 还有 筷子 你说 你说现在非常流行光画纸吗 我不知道 我试试 什么 纯七八 难道今天就要玩这个光画纸 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这么多工具 没错 这些都是光画纸可以用的 这几个我能理解 这个九屎钉耙 这个是专门送给你的 搞不好我就真选它了 那我们石头剪刀布 然后一人选三种怎么样 选三种是吗 可以吗 石头剪刀布 第二我先选 你先选 作为精致的公主 都会选这个精致的小银叉子 那我就选它吧 这个比较好笑 那我再选一个这个 这个一看就是麻妮 没问题 这个是神系 小竹签有什么好用的 当然用面积越大的越好作画 最后一个我选一个金色的吧 挑战一下自我 好 那我就选一个大的叉 开始吧 好 第一轮我们先画的是 Micky 我现在已经开始测量角度了 哇 这个也不容易 你看 果然 根本画不出来 你那个不行 你要不画一个吧 放弃 我这个也太细了 我这个粗一点了 哦 画出来了 我觉得竹签才是最好用的 可以哦 对吧 我这个画得太细了 猫的耳朵一定不要画得太尖 要稍微圆润一点 这样的话它就会比较像猫 如果太尖的话会像鼓励 哦 我完工了 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 哇 哇 哇 来 我们看一看 马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看出来是个女孩的感觉 哈哈哈哈 人家Micky的他的那些刘海啊 他的胡子都是比较委婉的圆润的 你画成尖的 对啊 但是不理想我最后展出的效果非常的好 给他起个名字吧 就叫做大脸猫 大脸猫 我这个就叫做五彩斑斓的谜品 哈哈哈哈 那我们现在挑战更难做的什么 干嘛 就是画彼此的卡通形象 哦 画彼此 哈哈哈哈 好难哦 你最好给我好好画 我尽力吧 哈哈哈哈 是这张纸吗 对啊 但是我这个就不好发挥了呀 你看 看你的了啊 好吧 那我要开始发挥了哦 然后先把马叔的脸的那个尺寸给他画下来 这个真的好画 可以哦 帽子这个帽子反戴这个画到了精髓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们借你的竹签给我一用呢 哦 我必须借你 我必须给你 否则你的脸可能就会被我画的 我怕要被你画坏了 哇哦 用发卡 对 哇哦 你看我用发卡 其实我觉得更好 还有这个 控制细节 我没有 好了我画完了 我也画完了 好 现在就是万众期待的公布节段 各位观众 看到我的大厨 看到我的大厨 呃 你画的挺好哦 我还专门给马叔设计了 马 这是一棵树 马 树 然后马叔再冲大家笔个 耶 这一看就知道是月儿 你看 月儿 两个字 大家就知道 大眼睛 尖脸 长头发 这绝对就是月儿的大眼 无神表情 这绝对就是奥斯卡演技 好吧 好好好 好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进入第三轮 好 30秒内挖住我的假期 我的假期 好了 你画了个什么啊 看不出来 你猜猜 我的假期 马叔是吃货 我觉得你是画了火锅 没错 跟自己喜欢的朋友 还有家人出去吃点美食 我觉得这样的假期太有意义了 很切意 当然 但是我就更切意 怎么了 你看我去了哪 这边有贝壳 对 海边 看这里有贝壳 海星 这也是贝壳 这是海龟 然后这是五彩斑斓的大海 然后这里有一个躺椅 我就躺在上面 你呢 你呢 月儿吗 30秒 你还想让我画个人在上面 你该画个人 好了 今天呢 月儿跟马叔就一起玩 这个超级好玩的光画局 没错 那么我觉得 小饭姐们可以在家里 和家人或者朋友们 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光画局 还是蛮有意义的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 拜拜